宋正宏军兵常务理事 在众人的见证下 一一接下会员证书 宣告台中市食材安全促进协会正式成立 号召近百位盘商业者一同串联 希望透过集体力量监督上游厂商 推动自主管理机制 并且成为政府与消费者相互沟通的交流平台 减少食安争议 他可以把很多的正确的资讯给公部门 让公部门得到正确资讯之后 能够做出正确的这个措施跟政策 那同时政府有很多他的法令 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协会 然后能够很迅速的让会员知道 那我想双向的沟通跟双向功能的互动 那我想才是这个协会最重要的功能 爸爸妈妈们谈到食品就文食品色变 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这不是一个政府应该有的这个作为 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在中央地方 督促政府对食品安全一定要求要把关 那我们也透过民间的力量来整合 来共同配合政府 近年来食安风波接连不断 从塑化剂、统业绿素到赌淀粉等 陆续爆发出来 造成消费者人心惶惶 许多中盘商更是哀鸿遍野 甚至面临求藏无门被迫倒闭的情况 为此盘商业者决定自力救济 除了监督不良厂商 未来也将和官方检验单位合作 加强食材抽验 维护民众最基本的食安全意义 目前要做的就是跟政府机构可以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协调的平台 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然后未来要做的当然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所有的食品材 都可以经由协会这边有多一层的一个检验方式 另外第三方的一个检验方法 然后可以做到帮食品材把关的一个问题的所在 协会表示 接下来也将逐步推动认证标章 希望能在食安乱象中 克逐步伐厂商 继续生产危害健康的食品 重新建立消费者信心 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